另外观众朋友提醒您 今天要赶紧加油 因为受到国际情势的影响 从明天凌晨开始 汽油要涨六角 那柴油则是要涨七角了 95千每公升会涨到36元 是去年9月以来最高 那所以呢为了省点荷包 今天上午加油站就涌进了 大量的车潮都在排队加油 加油站内车子一台接着一台 甚至排到马路边 全都是因为明天油价又要涨了 无奈 最主要是他们长得太离谱了 长太多了 长腹太大 关系还是要跑 要怎么办 还是要夹 对啊 受到伊拉克危机影响 油价连涨两个礼拜 23号凌晨开始 汽油将调涨六角 柴油则是七角 用量最多的955千汽油 一公升36元 以一台房车加满50公升来算 平均得多花30元左右 这一台能省多少算多少 油价当然一定会涨 那是目前是短暂的吧 伊拉克的事情 台湾油价还是算是合理 虽然受到国际情势影响 油价调涨无可奈何 但民众想省钱 最好还是赶快出门加油 油价TV蓝用森黄云成台北报道